今天提到,剛好看到,好戲了 剛好,鼓行的前線很感動 我們80後天生暗後李凡介扮高鐵 到現在這一刻,一直都是關注一個香港城市發展的問題 而這個城市發展呢,有一班人開始發現這種模式是不行的 無論在概念上或者實質的運作上 已經只是為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去進行的一個發展 不停地用一些公眾利益,什麼人口增長 香港現在中學是不是已經開始不夠學位 不是,現在是小學,你發現越來越少人暴讀 怎麼會人口增長呢? 說不夠扭絕,現在香港政府沒有地嗎? 政府是有4000公頃的空置土地 而不知為何它一定是要選擇陳茂波團人派土地 或者很多大地產商團人的土地的生涯都可以派出 我覺得很不妥 我在2009年大概在高鐵運動開始的時候 蔡元村的村民開始起來唐僧 發現無端端為何香港要起一條高鐵 為何要配合大陸四中四環國家的鐵路發展策略園 我們自己去選擇我們城市要一種規劃 為何我們被人規劃了? 有一班村民首先走起來去反抗 我同時又去了生涯東北 我是2009年去的 當然被陳茂波去生涯東北 遲了15年 即是香港其實在我一出生 1984年出生 決定回歸 然後在我過程中經歷著一個 即是不停的團地地產商 瘋狂地炒地炒樓 到現在這一刻 還要逼我們下一代說要住生涯東北 這個政府是幾無論的 你想想一個招不保持的政府 它說和你說 它規劃了香港的30年 即未來我們十幾歲的中學生 大學生 20歲的大學生 是要住生涯東北 然後中學生可能是住生涯北 然後現在幼稚園的小朋友 是住在田海區 這樣都說得出 這是什麼政府 第二 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是很重要的 而我不知道上一代是否有 將它很清晰地提過 但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 現在我們在香港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香港的規劃 不是香港人的權力 不知道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要搞一個高鐵 為什麼無端端我們會在新聞見到說 在我們的邊境要搞一個口岸關口 又要打通我們的邊境 我們完全無法決定 一些關於中港之間的規劃和決策 所以新界東北都是一件這樣的事 新界東北整件事 就要配合一個叫做特區中壁特區的計劃 未來是打算在這個二十個銅鑼灣更大的地方 劃一條鐵絲網在裡面 然後這塊地方包括平城 就是今天很多平城的村民來的 還有古洞北等 這些地方 未來可以給內地人免超症進來消費 這個之前有很多人去說是各地埋網 而這件事難道是真的沒有問過香港人嗎 我們很關心香港被規劃的事件 而我們發現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換了陳樂波 我們不換了梁振英 其實我們是改變不了的 這是一個絕望的真相 因為他們那班人就是這樣想的 他們覺得權力是沒有問題的 團地是不停在破壞村民、農民的生計 在破壞我們下一代 我們再沒有一些潔淨的水源、潔淨的食物 我們再沒有本土輪流 它在破壞我們的城市 但是它作為一個投機和一個槓桿的工具 用來去賺錢 然後今天還要很無恥地說 如果是團地的話 我就不會買一塊了 很無良的政府 如果我們不換了梁振英 不換了陳樂波 新亞東北都會繼續發展 再講多一步 就是我們不拿回我們的政府 我們換了陳樂波 換了梁振英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人 政府不是屬於我們 所以我們不可以只要求中央給我們一個普選 而是我們要重奪我們的政府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新亞東北計劃 甚至陳樂波不下台 我們都要反對新亞東北計劃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為一個理由 而我們這個世代 一個很重要的任何 可能是八十後 九十後都是 我們不想變成 在2047年之前 我們生活是一個過渡期 我們的生命是否要活在2047年 即現在到2047年之間的一個過渡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原來我們是逐步逐步的侵蝕 然後我們整個人生 住在香港 就變成一個過渡的公民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謝謝大家 今天都提醒了很多 尤其是平邪東北的村民出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現在 是不是很多 香港的年輕人想著巢 勾佔他們的家 現在讓他們說一下 其實實質在東北的生活 和經歷了大概一年左右 面對生命東北的發展計劃 你們怎麼想 我們交給 財哥 財哥 我就是阿姑娘民社 學生人 你們好想 我們香港要靠你們 真的要靠你們 我剛才見到這些學生 我真的很開心見到你們 我就是在那裡住了七十年 就是我孟代人住了七十年 我在那裡出生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住在城市那裡 住在城市那邊 你們回家 我家是要進去見到保安 然後坐車再上去 上面開了一扇門才在家 但是如果我坐小巴 落到村口已經去到我家 不需要開了一扇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裡面每一個人 看著我長大的人 都是我父母 我看著他們長大的人 我好像他哥哥那樣 他們是我的家人 我家人是很大的 但是我小時候可以去每家每戶那裡玩 好像我的家人一樣 所以我很愛這個地方 我真的很愛這個老人 我是很捨得他們 現在我們將要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政府現在 它說要將我們 滴出去這個新界東北那裡 成為一個新界 新界北的發展區 在這一段時間裏面 現在地產商不斷在那裡收入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急呢 就是因應這個規劃未來之前 就趕了人走 為什麼他們這麼急呢 因為現在這個政府 它說了賠償方案是怎樣 怎樣 怎樣要賠償 地產商來到收地 趕我們走 如果規劃來到的話 它要好像政府那樣去賠償 所以如果規劃未來 那個規劃未來 它就要將它趕走 因為避免不像政府那樣去賠償 現在我們裡面 很多老人家 很多老農民 都將要面對這件事 這件事政府是造成的 它默認或者默讀地去賠償地產商 去迫害我們 這些平民百姓 每一次說哪裏要發展 它但是它沒有說要保護那裏的人 保障那裏的人 往往那些發展商都用很卑鄙的手段 去對付那裏的平民百姓 現在我們要面對這件事 我覺得很痛心 為何我們香港政府 要這樣對我們的平民百姓 為何要對我們這班人 這班老農戶 全部都是對我們香港很有貢獻 現在政府要這樣 當他們垃圾那樣 為何要這樣 我對政府很失望 陳茂邦 梁振英 這兩個人 只有給兩個字 可恥 謝謝 謝謝 或者我說一說 我們的農業 我是粗暴業的 不過香港的粗暴業 就已經是石果緊織 剩下很少很少 但是香港的農業 其實是還有得救的 但是在這個規劃裏面 政府很無恥地 它畫了一個給三十幾公頃的地方 給人家復牢 但是本身那裏 古動藍那裏 是本身有人在那裏耕耕地的 它要趕走現在耕耕地的農物 然後就放現在修了規劃地方的農民 過去那邊國家 三十幾公頃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們打工禮 平時已經有五十幾公頃 是被規劃的農民 為何香港的農業 是好像有木式的發展 難道你們不會喜歡吃我們新界菜嗎 新界菜是有優質 是保證 是良好的蔬菜 香港人不需要吃 只是發展 只是金融 是不是已經足夠 一個文明的城市 居然可以容許一個 油木式的農業社會 是不是很荒謬 我們農業 那些人 農夫 他們是有心去做這件事 但是一個 遇到一個無良心的政府 它是無視香港人民 什麼是人民 如果一個是好的政府 它是不是以民為本 以民為以歸 所以這個政府 是不是應該要換 是不是應該要倒下 開開 你會死 很感謝崩崩村民的分享 我做個簡單總結 新界的崩崩 一定是要反對 沒有全部不同 因為我們輸了 高貼的氣力 由未來大家會見到 它最主要的運輸 六成都是在福建港 西舊 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Polo的一個深港同城派的計劃 新加東北約都是在整個大框架的一場 未來漫漫 如果要引用內地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香港學者被中央學者互方演說 其實現在新加東北搞哪一科 一句它說完 就是以經濟行為取消辯解 這個是我們80後90後 甚至現在香港人不能避免的一個趨勢 而我們要扭轉這件事 新加東不是不可以輸的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陳劍聖